欢迎来到世界杯大party 今集有我洛仔 有Gary 有Patrick 还有Danny Danny 你西伯出局了 在做什么 我还是有剃球的 说一下小姐 我对德国出局了 我都不好意思 看西伯 现在看法球 Danny不是只有西伯专家 很多对他都很熟 认知很多 在西伯踢的 我们来香港的一场球 直接入正题 我们不要在外围讨论 直接向核心内围 发展 说什么呢 就是比利时对法国 这一场四强的赛事 我先说 我对这场球最大看法 我认为暂时那场赛事里 我觉得技术水平 战术意识等等 最好看的赛事 无论赛事的场面 你认为一场攻防战等等 我认为最好看 为什么呢 大家再说 Danny有什么看法 在法国1比0 你见过一对控球战 虽然也不是七成六成 但公门次数被人双倍上 比利时 你想推到罗布图 马丁尼斯 一个战术大师 这场就不公自破了 他选过正选阵容 他面对Money 这位主力右后卫 亦是他唯一放出来的逆位 停赛的情况下 他回到当初的位置 他不是由三后卫 建计理想防守网络 而是我放在三后卫 我连那队所谓的逆位 是否做理想良好的防守效能 我都不在乎 我想这件事 是否一开始的阵容 已经看得出 那位阵容 所谓的阵容 比利时这边 龙门继续鼓图 亦发挥非常好 另外 三位中英球员 亦都继续过三位 英超三保 艾特惠特 华汤根 和中阶金斌尼 另外 中场那边很难搞 三个中场 丹比利 域素 和费兰尼 右手边的翼柜就是查迪利 左边的翼柜 这个值得说 再说 先留空这个位置 前面三个进攻的三叉戟 就是迪布尼 夏萨特 和 这个是劳卡古 法国那边 正式 法国那边 反而保持得更好 路门继续是罗里斯 他们的队长 另外 两位中英球员 安迪提 或者乌姆迪迪 另外 就是 华拉尼 右边的柏华 左边的劳卡 去南迪斯 中场的是 普巴和干提 另外 左中场的是 马杜迪 但是 很重要的一个举动 可以再分析 中间的就是 基沙文 所以躺在后面 右边有麦巴比 或者安巴比 最前的是基奥特 阵容大概是这样 正常方面 是不是 有些问题可以斟酌 我想说 莫尼亚是 莫尼亚很多年前 在布鲁日 他是踢右脚左前锋 后来 变了翼 然后再 变了右后位 是右后位 他通常不踢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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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缺陣 導致 如何摆好 其实我的方案 我会是 卡里斯高和沙特尼 一起出 是 沙特尼又 卡里斯高 两个都习惯踢左 卡里斯高的作用 应该大些 尤其是卡里斯高 看到他在踢上 他就更加 发挥到他 防守上的效能 就因为这世上 他越踢越不順 影响到信心 防守上的 都被弃了 马丁尼斯 也终于不忍他 直接换了 但马丁尼斯 这一场的选择 并不是这样 他直接是 等堂拆散了 原本的结构 他将这个席位 给了丹比利 丹比利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 他加入了之后 变了 我刚才提及 他由 他拿着 韦根不强的人腳 到现在 人的强多 他仍然不在乎 所谓逆位 防守上 给了多少贡献 或者他们本质 是否合逐 工作 退走的时候 但他经过了 日本那一场 他仍然不去 是的 在进攻上 他现在游走的 不止是沙特尼 哈萨特和迪布鲁尼 都在两边 不断移位 在移位 我不见他们 有太多配合 这个是进攻上 尤其是面对法国 在上场 八强 开始我说 他们终于有 纪律性 不是冷散 在较高的位置 当你移动到这样的位置 无论左中右也好 他会收网 是说网络 很有效地 限制你的推进 无论你想盘全射 他都可以限制到你 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尤其是初段 你当时按了一轮 不太收效 发觉 所谓的适应 打回头 就看到 那条始终不是压后的 比利时防线 两边的空袋更大 是的 我问Patrick 刚才Danny 也提到 一开波的头 大概二十多分钟 其实是比利时的 对 为什么突然之间 跌回到法国那里呢 首先 开波的时候 发觉是刻意缩后了一条防线 难听之间 我嫌他 直接缩太后 开波的时候 你见到 比利时有几下 真的挺有威胁的 只不过真的是 罗列斯 保持了 即是发挥到水准 你看到有几个 我们所谓的 尤其是神救 因为反应很快 你这样救到 但是接下来 发觉好像站稳一阵 可能看通了你的路 特别 我们也看到 他那两只所谓的翼胃 基本上真的是 是临时拉夫 先问大家问题 这场球队是谁 左翼胃 其实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很哲学问题 其实先 不是哲学的 都可以在数据上看到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想反而 结构性一点 我们先说一下 其实先说个问题 就是刚刚大家提到 马天尼斯 可能会打负评 这个是怎样各样 你再说 看法是怎样 对领队 但更加值得说 这场球队出了三个中场 对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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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Patrick说的 就是翼胃 其实在左翼胃 我看到最多是华汤根 不是说是谁来包 单比利也好 或者是谁来包 左翼胃出现最多的位置 是华汤根 从一些我们看到的数据 其实根据一些活动范围的heat map 显示 就是说这么多球员 平均最近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 真正的载位 是费兰尼 猜不到 其实留意一下 在头段的赛事里面 费兰尼其实是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防守的时候 他会转到左手边 在左手边 去做防守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了 进攻的时候 他会走到最前 去做一个第二个副方的角色 而那刻所谓的载位是谁 这个就变成了下沙德 其实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配置上 你会觉得 怎么会找人来 打左翼胃 或者各样 我觉得三个中场的分工来说 唯一的问题就是 单比利和域数的分工不清晰 并且重叠 太过重叠 两个都要上脚 我也是派牌 那种感觉上 我派牌又不是很派得完 我又做接拍机 你又做接拍机 那也没有接拍机 但是 我只觉得 菲兰尼这一着我个人认为是高 外国网站没有说到 就是说 他会形容迪金斯是一个懦夫 为什么呢 是一个止中结果不中过程的领队 他为了赢球是功利的 不择手段 刚刚说到 会缩倒后 做得多防守等等 马天尼斯不是的 是一个很重过程 当然是会重结果的领队 为什么这样说到 其实马天尼斯每一次的赛事里面 阵式上都有一些变化 给你看到 他没有一次是会跟回以前全部一模一样 照单全收 就算赢球输球都会执 例如巴西那场突然之间出版 绝对收到成效 对不对 后面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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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想法 在比利时这场球 我自己觉得 整个赛事里面 我对马天尼斯的评价是很正面 很正面 他自己在赛事开始之前 已经说了一件事 他知道他自己对世界杯 对国际赛经验不够 所以我请了亨利 一位很够经验的人 协助我 试问有多少领队 能够在传媒面前说出这些说话 这种谦卑不是每个人都有 可能你会说马天尼斯不够了 自然只是教韦根 只是教爱华顿 但是 他对于那种诚恳 和那种在足球上 他会订阅的事情 我是欣赏的 当然你说 他有很大进步空间 当然仍有进步空间 我们也会再说 分工不清晰 前场方面也有调动 也有问题 但是 其实他以领队来说 不算特别老 知力不算特别深 这样说 之前做节目 大家都说 插这两场 这两场 两个领队插得最多 这两场 诺夫绝对认同 现在到昨天那一场 他真是有结果的 以球队层面来说 马天尼斯 其实这两场 对他来说 我有少少改观 对他来说 虽然我昨天也插他 但是我公道地说 这场帮他有赞 有谈的地方 谈的 可能我们昨晚已经说了 可能之后我们会说 落后之后会如何变阵 有些比较乱的 但是这场球有些赞 就是上半场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战术 就是我们排出来 三四三 但是其实 当中如果有看场球 是有变化的 无论是攻守方面有变化 当他自己拿着球 空球的时候 那时候才是变了三四三 但是哪怕到 法国可能在他们后场那里拿球 突然变回四后围 查队里拉了下来 华涛根放在左边 我昨天是特地看上去BBC 大家知道半场很喜欢分析 所以我觉得马天尼斯 这方面是有落到功夫的 只不过老实说 他不是说什么 他先天方面 在资质方面 始终未到水平 我觉得领队是需要浸淫的 他的浸淫是未够 但是浸淫不够 不可以抹杀他一直以来的努力 我对这个领队很正面的评价 就是他会很扭鹿 他会拿着这些球 他会想很多人说 可能很多人看了比利时这个阵容 会觉得他应该拿到世界杯冠军 对这个阵容有很多希企 很多期望 或者很高的评价 但其实逐个逐个称来说 其实他在逆位那里 甚至中场那里 其实是差得很严重 就是平均来说 以平均性来说 一定有法国好 确定再赞法国那边 其实迪金斯 我以前也插得到差 但这场我也有些改观 但确定再说 大家要明白就是他拿着这些球 其实他看到是查迪利 赞奴沙 这些他还要选入队 就是这类级数 其实去到哪里 大家很清楚知道 查迪利 什么级数 大家清楚知道 但他尽量想到他是有用的 我找个作用给你 最大作用 我要知道你实力不够 你脚法不够 你各样各样的能力不够 我给你个角色定位 我给你做个角色球员 角色球员 现在引伸到两位中锋 可以慢慢想到法国那边 其实 两位中锋 劳卡古和基奥特 其实都是角色中锋 何谓角色中锋 这个词是来自蓝球 roll player roll player roll player 就是 可能跟他本身的位置有些不同 打对位置的定位有些不同 例如 劳卡古打中锋 你觉得他前面拿球 哨球射球 不是的 基奥特固然更加不是的 但是他有他的作用 劳卡古这场球的作用法非常 他的电球只是22脚 以正选的球员来说 他是最少的一个 而后备上阵比较多时间 梅顿斯也同样有22脚 你知道他的电球多少 但是劳卡古这场表现 你说是否很差 不是 其实他前场用很多走位 尝试拉扯法国的后防线 其实拉了不少空位 被后面盖上来的废难 我想说这句 你说这句其实不止是这一场 其实劳卡古今届的赛事 除了第一场 巴拿马一场的上半场 他还是未入局 还是未夹的时候 但是由第二场开始计 对特尼斯 他很多球赛 他不再像曼联那时候 有球可能就是孤军作战 在前面 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跟他配合 他做一个什么 拉开 可能做停球 做一个引导后卫过来的时候 等其他阿萨特 迪布尼 甚至梅顿斯有更多机会 对巴西那场中拙 拉了边去踢 效果如何 当然你说 可能说 未必是最好 但是起码 所以我觉得 对马天尼斯的概观 就是他起码肯试 很多东西肯试 看到这样不行 他又不是说一试就试到什么 黑黑未调 土贵有些可能就是 一直都不肯去试 所以就是 努卡古今届 其实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作为一个比试球迷 如果我作为一个比试球迷的人 我相信我会满意 这个表现 是 基于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如果马天尼斯 我反而觉得一开始他爬阵 就有点复杂了 就是刚才Patrick说的 3-4-3进攻 防守4-4-2 或者4-5-1 有些球员在他们防守的位置 和进攻的位置 都有不自然的情况出现 包括夏萨特 夏萨特很多时候 拿球的位置太厚 但是凭他个人能力 可以运到球去心脏地带 当然想是可以很合理 但是到执行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你会发觉去到查迪利的时候 为什么防守的时候 号称他一个右翼位 但是被法国打到过半场 你还在前半场 意识没有 就是这样 我觉得一开始他犯了一点错 就是想得太复杂 但是到后来 我相信到后来换人的时候 可能马天尼斯 我反而就赞他了 到换人的时候 因为换人的时候 他后来换走费兰尼 75分钟的时候 这件事其实很多人在闹 因为本来你高空轰炸 我也在闹这件事 而且你换买乌断斯 打右翼 后来就出波给菲兰尼 但是后来换走费兰尼 换了卡拉斯高 其实这件事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闹 你也是打高空轰炸 为什么换走费兰尼 但是我觉得去到那一刻 他应该是闻到迪金斯已经知道他的东西 迪金斯已经针对胜部 那一刻的费兰尼 已经在华拉尼和乌姆迪迪身上 拿不到什么好处 他就去变 我会觉得 这场球 为什么我对迪金斯这么正面 甚至我认为这场球战术水平这么高 其实两个领队 在赛事一内运行里面 是做很多不同的微调 两边是斗补洞 这场赛事就是两个水喉匠 对着一幅墙 这里有洞 我立刻填 两边都是斗补 你看到马天尼斯填 他本身用物料是不够好的 因为球员要填的能力没有法国那群那么好 法国的物理是什么 想想 他手底握住的那群中场那三个 很流动性的 干堤 普巴 马道迪 马道迪这场可以打左中场 他的覆盖面可以很大 特意要说到宝洞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三个中场想想 其实中场那三个可以适应 打到任何一个位置 他们三个除了干堤可能打中中场 另外那两个 防中又可以 中场中斗又可以 box to box又可以 中场我只要阿萨特尔打 亦可以马道迪同样可以 你只打前面 他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场球是宝洞 而金斯为何我这场球这么好感触呢 就是一开赛的时候 你会看到夏萨特对柏华是如取如愧 柏华完全是弄不定 好几次被夏萨特扭到下去 出了球 做了很多威力性的东西 但为什么之后没有了 大家明显看到 夏萨特那阵没有了 是否柏华打得好了 绝对不是 为什么 他叫普巴回来打 这就是宝洞 他那天见到有问题 他立即宝洞 宝洞不一定是要靠 一些很明显的人 出来宝洞 不是的 他立即调动你 你过去宝洞 但后期你见到宝洞的人 已经不再是普巴了 是基沙民 那普巴去了哪 在宝洞第二个宝洞 在宝洞 就是废兰尼 我不会觉得废兰尼 是被华尼或乌木迪迪 杰制 因为他们两个人 只是打回自己本身的位置 中间你没理由出去抹人 和紧钉人 你一定是中场做 你一定站在这个位置 他由普巴去负责看着 这个后上的球员 那么 劳卡古你固然在禁区里面 由两个中间 用部位也好 一些位置防守 区域联合开去解决你 但是你后上盖进来 可能会抹不及的 两个中间可能会有所防范不到 用一个球员去针钉着你 这个就是宝洞的技巧 他见到有问题 这裏有些漏洞 有可能会出现 当然你说漏洞 噴得水出来 即已经漏了少少水 有时候 你不能够说 你从头到尾 一滴都没有 一滴都没有 是不可能的 其实斗的是什么呢 就是斗在你发现有犯错之后 你怎样去弥补犯错之后 就是足球赛事最精彩的地方 有可能你用调动来调 你见到马天尼斯 没有用调动来调 但是调的洞 就是要调到攻击到对面 他的洞 他便要放一些中央球员进来 梅顿斯也好 卡拉斯也好 其实就是弥补他本身不够的东西 但是 法国拿着迪金斯扎的兵是什么 就是一班流动性很高的球员 基沙文 在这一届的赛事里面 本身作为中锋球员 其实这一届赛事 你见到很少在最前的位置出现 打回后一点 斗主 好像某程度上半个playmaker 那样打 亦都做很多很多脅防 帮到后面帮手 这场球员的表表者的例子 你会见到就是迪金斯 虽然我们常说他保守 说他懦夫 他只看着结果 看着过程 不看过程 只看着结果 但过程他都做很多功夫 去尝试捍卫着结果出现 如果他不看过程 他只翘而双手坐在那里 这队法国肯定不能够1比0 击败比利时 他就不停看到比利时 有什么进攻的套路 找东西塞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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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要说回 他本身阵式上先天上的优势 可以再说回基奥特的问题 基奥特这场不少人说基奥特 这方面不好 大家怎么看基奥特整介赛 其实是怎样的呢 他这场突然变成一个 失机频频的中锋射手 但问题是 你可以就这场去耻笑他 像20年前古华智 我可能没卖杯 我看不到 但他本身的角色 就不像今场那样 整天设置机会给他 虽然他也说 已经超过10次攻门射 没有中拢 其实麦巴比下半场 那个拱顶自尊 直试给他那个 不应该算中 还是算到 总之 重点是 他的战术作用 就不是作为攻势终结者 但今场就多了这样的情况 相反 劳卡古本身应该是 而今场背门设球的镜头更多 是说当夏萨特更努力去转研 尤其是落后了之后 他需要一个队友帮他开路 尝试由他去终结公式 是最后的战术 一件事 劳卡古做到这些事情 他怎么看呢 至于做了新古华智 我不记得有没有 回到上面的错误 就是基奥特赛前 访问的时候 他不介意被人封位做新古华智 只要帮到球队就可以了 其实基奥特是一个无私的球员 一直以来他在乎的不是自己 而且你能放基奥特出来 你不是要让他做一个射手型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现在的足球 不是说你放最前的位置 那个就是做入球的工作 反而现在最前的位置是做什么 做去停球 被后上的球员引入你 不过这场球我自己觉得 基奥特为什么特意拿出来说 当然不是说这些 大家一直都看到 就是知道他不是一个附加射手 现在现任足球 就是一个前面停球的球员 再分球 即是做第一点停球 但这场球他做不到第一点停球 问题我不是想说基奥特 基奥特没错 错过错就是 本身阵式上 迪金斯在这里 我觉得是有一点瑕疵的地方 作为一个角色球员来说 这场球的角色是不清晰的 这场球本身你觉得基奥特做什么 就是前面放着球 回传让别人盖上去做一个进攻 这个固然是基奥特的做法 但这场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让他做这件事 看到这场球 其实法国整阳赛事里面有357脚传送 而有47脚都是长传的球 但大部分长传的球 接近40脚左右 或者大部分你看到 其实比谁 是比麦巴比 其实很少说再经一经基奥特这个位置 其实在一阵子上 基奥特变成了被超过滑 其实你用不到基奥特这个地方 基奥特在前面 做一个压迫前场的很揣腰性的前锋 他的作用当然也有他在 但比起前几场 其实他的作用是少了 所以就导致大家可能会说 他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或者笑他说射不到 怎样怎样 当然了 你从个别几个球的处理来说 可能有一次环传球 他射到不中拢 那些的确是可以批评他 那一刻卖会不漂亮 等等各样 你可以说那一刻 但整个角色 整个战术 整个赛事表演来说 五一球不代表他表现成 还有基奥特变这场球 我多欣赏他 他很多次已经回到后场 帮手 他这个作用就是 回首角球 首死球 如果不是一个主手的阵式 又怎样会出现 你想想比利时有几个大铲 是 他前面当然 如果就算老实说 你这么长远 真的找他做二船 没有着数 因为三个都是大铲 你甘斌 甘斌 你甘斌 虽然你运年纪大 但虽极有个泡 至少是眼翘眼马 他不会害怕你 艾特、韦尼特和华汤根 都是高的 你找基奥特一个 砍三个一定不够 反而你多给基茨物 可以 我觉得 基奥特的作用就是什么 反而是手死球 手死球就很有作用 后面一堆弹 加上爆炸头的 盖上来的时候 多一个只有一个 所以想说 不要看到基奥特 前场好像没什么作用 批评基奥特 真的不要就是这样 你看一看 其实这场球 你说他前场没那么大作用 我觉得是因为战术上 导致他没那么大作用 这是我的看法 但防守 其实你不能抹杀他的功劳 因为其实迪金斯都会知道 高空球 就是比利时其中一犯最强的东西 你三个中坚又高 你还有两个摆动名高的劳卡古 再加费兰尼 我说不放一些高楼 我真的受不了 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场球 基奥特的头锤命中率是75% 假设差4次 他会赢了3次 这件事 也要想想基奥特 是否只是生球进攻的时候才有用 另外也不要忘记 曾经在比赛尾段的时候 麦巴比套过一个很漂亮的过头球 我被基沙文一控前进了禁区 其实这个球 基奥特可能引了一些防守球 也可能比利时的球 压得太前 但我的意外就是 麦巴比竟然可以套过一个很漂亮的过头球 也可以再说 马天尼斯的调动问题 Patrick和我都可能会觉得 反正那些调动我们有少少疑惑 但Gary又不同的看法 但我们也说葛姐的看法 没有说高低 大家讨论一下 我只觉得 那个调动里面 应该说整场球里面 我觉得马天尼斯最大的 我针在的地方就是调动 本身的阵势等我觉得是OK的 複杂的可能是有少少複杂 但是你不复杂 其实你没有什么机会赢到这对法国 你真的要走少少奇招奇路 去暗渡陈仓才有机会赢到他 所以他拼这一局就放手一拼 拼不赢就拼不赢 但起码打出来 输得完全不噁心 至于调动方面 我只觉得 马天尼斯很明显看到一件事 就是看到 对面针对性看着有废人来 普巴看着他 没有换到废人来 因为没什么用 但是这个思维某程度上有逻辑谋误 如果你换走一个本身被人锦钉的球员 因为他被人锦钉他就没用了 那代表什么 对比别人锦钉之事成功 其次 他是可以骗你另一个球员 其实 你自己自断单臂 他怎样再自断另一只臂 他会否尾顿斯进来 右边就开始塞车 迪布尼 尾顿斯 再加上叉迪尼 三个人轮流 就斩一下 斩一下 没问题 中间你换到就行了 但浪费了一位球员 那位叫做夏萨特 夏萨特 这场球队的左路 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 但当你进攻 依靠在右路的时候 左路的夏萨特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 去发挥自己 他连上脚 甚至上镜头 的机会都没有什么 你看到这三个人出来之后 但你斩球 难道你觉得夏萨特 会做到执异传 或者执异波 不是执不住 而是 假如这样利用夏萨特 有点浪费 不应该这样利用夏萨特 我比较觉得 这样换完之后 原来你只是靠右路 你自己斩了一只 这场球打得最好的球员 其实会不会是 差错出现了 我觉得就是 我看法就是 你换得梅顿斯 换得卡拉斯高 进来 你的用意都很明显 梅顿斯 当然可以做附风 入涉老鼠仔 你还有这么多翼 你换得卡拉斯高 卡拉斯高 你没有了 这个真的擺明是 左翼 純正左翼 你的用意 施马超之心 你也想看人来人皆见 你想怎样 但你换出目标 所以这件事 我才是最 最叫做 一看越看越闻的时候 就是 你只有一个劳卡古 怎会把法国有那么多人 你还要 迪根斯 又是换了 迷桑斯 又是 又是一个高佬 是 以前有爆炸头 帮劳卡古 但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换走爆炸头 我又不见 你把中肩都推上去 你又没有 做到这样 好了 你又换卡拉斯高 所以我便觉得有些矛盾位 你换了他 你不是想做一些斩波 高空攻势 但你又换了 其中一个最高的人 那你玩什么呢 是 反而我觉得 去到75分钟 换走费拿尼的时候 其实 刚才也说过 可能被迪金斯捅食了 其实卡拉斯高入到来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想尝试 用他的突破能力 制造一些混乱 结果出到来 强侧人意 甚至可以说费拿尼离 离开了球场之后 好像只有一个 中拢 就是一个 缘组 但是 为什么我仍然欣赏 马天尼斯这个调动 就是因为 我会觉得 他知道 长波即将会进入胶着的时候 他觉得 我怎么都要变 我手上那班人就是这样 他 甚至可以拼拼一些 三中坚当时被人按住来打 那时他也按住人来打 我抽走一个中坚便可以 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反而他是抽走费拿尼 他很明显就是 直接想模式变换 但出来的效果就不好 我欣赏他的勇气 但出来事严为 有时也没有办法 不一定能控制 马天尼斯也是一个 我们也同意很勇于变 勇于尝试做一些变法 令你猜不到的一着 这件事是值得欣赏的 我觉得今天比利时能够走到四强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但这件事 大家之前可能是抹杀了 或者没有太多提起 或者很少提及他的功劳 但我觉得他是应激一功 另外 可以说打各自这场球 面对比赛是谁 Gary你怎样看 我特别一点 我选择败方的夏萨特 为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法国很整体 转空球员做防守的东西 防守的球员也很称职 中场球员也帮球 是比较整体的 所以抽一个特别高的就难一点 夏萨特在比利时阵中 上半场被普巴尔发现他灵活后 就夹击他 再加上下半场 轮到干堤招呼他 贴身招呼他 都可以在一场球里 扭成功过人十次的话 还有很多时候 运球去到心脏地带 制造一些混乱搏伐球 我觉得我今次真的 虽然输了比利时 但我选夏萨特 我也是选夏萨特 如果是他打出新加坡 真正是一个这么高的水准 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舞台 展现到的实力 以前你说是球会 很多人都会说 你球会可以 但国家队未必可以 但现在不是可以证实到 他有这样的能力 真的差一点 只是紧大 所以我觉得费 而且他虽然赢了球 表面又不是很差弹 但没有谁说特别突出 所以才是 如果要选就难选 比利时也不是 真的有得比较 所以夏萨特 是相对突出 所以我选夏萨特 如果你赞马天尼斯 对于进攻 某些细节上 他的尝试是可取的 你说迪金斯·罗夫 他倾向的防守 他的建构网络 收网 反过来说 都是可取的 都是他自己本色的发挥 本色的发挥 所以我先说一下球员 就是说夏萨特 没错 在这个舞台 去到这么厚的阶段 这么重要的一场球 他真的完全表现出自己的强项 自己的新加坡 很简单 不需要再多说 但另一个角度 我看到的是 加利斯文 整届大赛 包括来到这一场 他是说很蓄意 所谓踢得大人一点 很成熟 很尝试去 帮助球队操控节奏 并且不是说个人表演 我需要扭 需要爆 我需要 帮助球队操控制奏 没错 有队友做到之余 他也知道自己可以 在什么位置帮助球队 已经不知第一次 他比土巴尼尝试去 要球队 去控制节奏 不要急 去掌控优势 没错 乐仔说过 他在防守上 出乎意料做到这么多帮手 虽然 普巴安全都很抵赚 就是说 他的确 普巴上位以来都不是说 防守上他很耐力提供贡献 他还说很多次的保安位 无论是他压倒菲兰尼的 差顶还是 直接是他顶赢也好 他这方面的贡献太大了 这场真的有可能他才是最佳球员 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也是选择凯利斯文 我喜欢他的转变 我喜欢他的作用 并且他真的说 如果说 在这个疯了上线当中 那批细三的对决 完成了 法国脱泳而出 率先入了决赛 这批细三的对决 最后 我们已经可以考虑 世界一杯金球奖 不是金球奖 金球奖 就是金银彤那几个奖 哪个取得 就是所谓财势最佳球员 你可以说 夏萨特萍本色 不需要说一定有份争 但我觉得 戈利斯文 这一届大赛所见到的 他对自己的修整 更加完善自己的踢法 有所改变 相对来说 我觉得更可取 我选择他 我自己选择普巴 首先 我是个人情感 因为普巴一直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很多节目 常常都骂他 我常常都骂普巴 但是真的 爱之心 责之切 我自己看他在中文大师 我很欣赏这位金球奖 但去到曼联 你看到他那种自负 那种过分去膨胀自己 其实是令到他发展受到阻碍 但是 这场赛事 在整个世界部 其实你看到他 越来越放下自己 这场赛事里面 你说数据 有很多美的数据 防守做了四次的拦截 你还要说的 就是刚刚说到 两个很主要的防守的调动 刚刚特别提到的 迪金斯的 一个就是跟赫萨特 他有份帮忙做 第二个跟费兰尼 亦都是由他去做 他那种听令的做法 亦都是做得很及时很有趣 我认为我妈妈 赫萨特没问题 我去帮忙 做到的 这个时候不是 另一种抹路 不是抹地下球 是抹高球 你去抹着肺行尼 亦去做 亦都做到 迪金斯都有功力 就是一个这么自负 这么认为自己是天才型球员的球员 能够一只公兵 你随意差弦一只 真是公兵地使用他 但是他做到的 而且主要就是 他这场球 交出不少的传送 就是根据数字 有三个机会 创造了 三个创造机会 chances created 但是 我不是特别体谈的 反而觉得 他中间的合理性很好 每一串一脚 是合理的 上脚时间 不会过多 跟他以往 真的完全不同 而且 开始看到 他那种成熟 出来了 我自己个人希望 这些球员 这种成熟的态度 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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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亦都可以说少少 就是 黄金一代又正式 就拜拜 好像一班 最黄金就是说的 哈萨特 迪布尼 甘斌尼 艾特威尔特 华汤根 全部都开始老了 这23人名单里面 我数到哪些 今届已经三字头 后比门将 米罗列 华美伦 甘斌尼 华汤根 费兰尼 丹比利 梅顿斯 这些已经三字头 还有些是已经挨近28-29岁 四年后 起码有大半队 已经过三 但问题 我们现在常说黄金一代 比利时说清分做得好 可能会有代代背出 但新一代 我们暂时看来 有没有哪些可以接班 又好像不太感觉 顶龙你说真的有的话 白书阿姨 白书阿姨 好 你有没有谁觉得可以接班 迪利文斯 迪利文斯 迪利文斯和他的安德烈志同伴 Dennis Pratt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质素 流落心多利 但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原因呢 我发觉 我个人觉得 这个黄金一代 不知道是不是打得太好 沿用这个阵容 沿用到现在 到新的包厕 不会说谁可以特别上去 尤其是防线 防线 对 防线的位置 老化也是很重要 你看到今届赛事 金奔尼 一复出来 复出之后 那几场球 你看到其实已经是 我不可以用老太隆忠去形容他 只不过 真的 你看到他年纪大 已经老了 加上在曼城 近季 都是伤 基本上一半伤 一半是踢的 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 可以叫做一夫当关 他现在像用口踢多波 对了 用口踢多波 至少可以提到场 对 但是 你可以现在还有这样的角色 但是提到场 你也有些东西先看一看 他也集了麦巴 给最后一个 温暖温 已经用了很多力 对 但是最惨的 你旁边的阿达威尼特和华汤根 一个已经29岁 一个是31 下届的世界杯 或者欧国杯 你都会觉得他们明显会退 年龄上退 也是正路合理 但是 可以说说 黄金一代诞生 究竟有什么契机 有什么原因 其实 你见到 在这群人里面 很多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被送出国 去外国的一些 顶级联赛的一些 清分系统里面去受训 例如 《最星光一一》 你们两位都很赞 很欣赏夏萨特 14岁就已经加盟了这个里尔 在清分系统里面 就去尝试 就离开了比利是 甚至 我们热刺的孖保中健 埃德威尼特和华汤根 都是14、5岁就已经 去了 已经去了 这个亚迪士的清分 亚迪士队长 中间有很多其他球员 等等 不逐个数 但你见到 很锐意尝试把球员放在外面 因为知道自己的体系里面 可以从比利是甲组联赛 培养到很顶级的球员 是困难的 认清这个问题 去做凤凰计划 不跟香港的凤凰计划 但最后我们会担心 他们接班的问题 我再看资料 其实他们的U21 起码在欧洲的U21 贝赛中 已经是几届都进不了 决赛中 这件事是否反映出 他们来到这批清分的课式 是否真的没有之前的那么好 甚至连他们一半都未到 你这么说 U21冠军在旁边欠入决赛 是否很行 是否真的一个指标 我只是这么说 入决赛可能未必 但最起码可以先进入围 旁边是英格兰 但起码可以先进入围 我自己觉得很明显的例子 帕拉特和迪利文斯 其实都是 一直被以为很有吸收的球员 但想想想 如果他们是同年代的 可能十四年代已经送出去 但为何这一代没有送出去 可能会开始想想 就是我这班成功了 会不会我这班 第二班开始不要送出去 我揭返在这 我慢慢组织 我这班人学到诗 是不是 将技术什么都传回来 我自己搞的 反而这一代就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自己搞 但其实提升未到出名的级数 你这班新一代球员 就接受不到 像上一代这班黄金一代 这么好的清分 这么好的从小到大的培训和灌溉 所以导致这班 就有少少扼妙助长 你见到开始 就硬去找一些年轻人 你见到 其实现在比利时国家队 都挺可悲的 一件事就是 虽然你说 阵容好似好齐全 很厉害 很多很顶级的球员 最年轻只是21岁的敌利民司 另外再找到一些再年轻一点 可不可以上来 开始给他们感受一下赛事 他不是不找 是找不到 这是挺可悲的一件事 就是 这一两届的世界杯 经过中间的欧洲国家杯 你见到比利时冰非常出色 一定会令大家留下 挺深刻的印象 但是 你会发现的 就是未来这一届的欧洲国家杯 甚至再过多的世界杯 开始开始 就会慢慢消失在大家的眼前 我不知道 比利时冰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尝试 我来多一次 再送出去 冠子翻中做法 不知道会否出回另一班 夏萨特的球员 不是短期内 短期内就不会出到 所以 比利时球员可能会经历一个 所谓比利时足球冰河世纪的时代 我只会这样觉得 我可能会有些相反意见 因为比利时输给法国这场球 其实也是某一个指标 就是仍然是整体足球 比起这个 有一些很高个人质素的球队 但是打自己的球队仍然是比较优胜的 未来的比利时可能 刚才提过泰利文斯 都是一些阶段的球员 就是中场调度的球员 提过巴舒亚依 后房的丹当卡 这些都是务实一点的球员 可能有些球员在欧洲国地未出来 但是未来的比利时 会不会跟随一个足球潮流 就是一队球已经不需要太多个人技术 很好的球员 反而组织的球员多走动 多做无球走动的一些球队 或者战术会比较优胜 未来的比利时会不会有这样的转型 其实哈萨特和迪波鲁尼 还是相对年轻的 未来一两届大赛 哈萨特都是27岁 他继续霸着你踢到无奇 但就这么说 就因为这些担心无人的既有地位的主将 他们两个最不可能退下来 也就是用球的大权 最不可能落去提纳文斯和巴萨特身上 这当然是比较人材偏偏偏坐正的位置错配了 你担心就是这样 而且年轻人丹大棋 哈萨特当初在尼尼提甲贏法甲之前 他已经在国家上位做主将 很年轻人做主将 那时的比较白费代行 他做主将是带不起对波 对波继续是屎一病 后来只有这样的组合 你认为年轻人会不会有去到哈萨特的年龄 而够能力担到大棋 都需要有这样的可能 给他担大棋 严望现在对比利时的结构 都是需要浸淫的 要给他机会力量 现在这个结构是说 派折就不用他入选 明白吗 所以更加不可能说 一个二十岁以前 有一些能力在手 就已经说国家都要想到用力 对 可能压力不太大 不会这么早成名 都很希望 好像Gary所说 有些可能还是潜在的 还是潜在清分系统 等着爆出来的新声 暂时我们未必看不知 即是你熟你都不相信 你没理由看到 真是U21年青联赛 亦未必做得准 那些表演 我都希望 我都希望 我都希望可以 行狗你成为一支强队 希望 多支球队争 就好看一点 好了 差不多时间了 都要说 其实法国正式入了这个决赛 现在的对手将会是克罗地亚 或者英雅人 我们录音时候仍然未知道 但是如果 法国迪金斯能够成功拿到世界杯 他将会是第二位 他在迫金巴瓦之后 在自己做球员的时候 作为队长 拨过世界杯 拨过世界杯 拨过世界杯的领队 只是史上第二位 但是如果你说 球员拿过 领队也拿过 他是第三位 中间巴西一位的名将 也曾经是 但他并不是对象 是撒加露 所以 尽管看看有没有机会 成为历史第二人的迪金斯 下次世界杯大party 遇见没有 稍微补充一下 你没有提过 今天是谁入球 入球的 入球的安迪提 你叫安迪提 污姆迪提 你喜欢吧 不要紧 但是阿姐 亦都要说一句 马天尼斯就说 两队的距离 只是一个死球 但是为什么我们 大家都很特别地 没有提到污姆迪迪 我相信大家心里 未必太同意 其实未必只是 只拿一个死球这么简单 这个波子只是一个契机 导致能够领先 但是 是不是唯一的分野 大家都放在心中 期术决赛的一个戏码 发觉到哪一队 今晚就会揭晓了 下次世界杯大卡比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